好,再來 架構1 音倍數的基本應用 其實就是考音倍數的觀念 那我們來看第一題 用40塊面積是1平方公分的小正方形 拼成一個長方形 可以拼出幾種不同的長方形 那我知道40塊1公分的正方形 那就是 這個面積叫1嘛 總共有40個 我要去拼 那當然第一個 1乘40就是一種嘛 把它全部都 連續橫著排 那也有2乘20 也有5乘 對不起,老師跳了 也有2乘20 也有4乘10 還有一個叫做5乘8 就沒了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拼出幾種不同的長方形呢 4種 這個就是4種 好,就這樣而已 他其實就是列出來 呃 老師做了不好的示範 我把它寫得完整一點 所以40就等於 1乘 40 2乘 20 再來 4乘10 5乘8 所以有4種 這時候有可能有孩子會講說 老師 那8乘5咧 孩子 5乘8 和8乘5 你覺得這兩種長方形有沒有長得一樣 他只是方向不一樣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 當然5乘8和8乘5 在這一題來說是一樣的 好,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呃 將96顆的糖果分裝若干盒 那每盒內的糖果各數要相等 糖果必須要分完喔 不能有剩下 那每盒至少要裝4顆糖果 而且不可少於8盒 我跟你講 這一題會垮掉很多人 啊大部分的人在第一題他會嘛 就全部列出來把它寫出來而已嘛 啊這還有一個限制呢 對不對 他有一個範圍限制呢 那你們就會覺得這很囉嗦 這種題目 我的方式 會很笨 但是 我們會確保沒有錯 好 什麼叫很笨呢 嗯 96 有顆和和嘛 所以老師就會在這裡寫 顆 和 再來 很笨喔 一顆幾何 96 兩顆 數十八 三顆 三十二 你就給他全部都列出來 好嗎 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樣 你反應可能沒那麼快的 好那你就這樣列出來 不會有人笑你 四乘二十四 再來 六乘十六 八乘 十二 對不對好 到此為止嗎 到此為止嗎 是到此為止嗎 哎呀 對不起 老師把這條線 拉長一點點 齁 好 我剛剛說有到此為止嗎 欸 今天如果是八顆十二核 和十二顆八核 是不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會再繼續把它寫完 齁 叫做十二乘八 再來 嗯 六乘 十六 四乘 對不起 我還看嗎 不好意思 這個叫做十二乘八 再來 十六乘二十四 啊 我的眼睛有動 十六乘六 再來 二十四乘四 三十二 四十八 九十六 那這個三十二是配三 四十八配二 四十八配二 九十六配一 好 很抱歉 所以 當我全部寫完之後 我去圈出 我覺得 符合我的條件的 好 每核至少要四顆嘛 所以一定要四顆喔 但是不能少於八核 四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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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每核都有四顆 而且都沒有少於八核 所以十二顆八核可以 十六顆六核 不行 因為少於八核了 所以答案 有 四種 OK 你說老師這一題好笨喔 你先求對 那等你這邊都熟悉了 你之後再去加快你的速度 先求穩固 這是一和二兩題 我再試一次 就 R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